今天想让大家谈一谈 最近有一宗都挺爆的 就是说那个网上情缘骗案 最近已经是起上年1月至10月之间 原来已经是爆了1300多宗的网上情缘骗案 涉及被骗的金额是达到5.8亿港币 其中一个比较严重的案件 就是一个中年的女性 一位中产的女士 就是任职一间公司的高层 中高层就被一个男朋友豁住 就骗了1500万的港币 也都有一些年轻人是不中美人计 就是被控骗去买一些加密货币 最后就是人财两失的 情况都挺严重的 所以今天和大家讲一讲 如何去避免这些风险 支持阅读 支持文化工作 如果我没得了 没人做的了 没人讲书的了 还不加入VIP 首先我想讲一下那位女士 中年女士她被骗了1500万一个人 其实她爬得到这个高位 我相信她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她一定是很能幹 很聪明 她才可以爬到这么高位 有1500万被人骗 你被人骗1500万一定不止1500万 可能有两三千万 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然后被人骗得这么大块钱 其实是挺难骗你这么大块钱的 就是因为这些女士可能是 她太过渴望了女士 太过渴望拥有另一半 于是她会低估了 去认识另一半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的风险 还有有时人会自己幻想和老保 如果你认识了一个财俊 觉得人家事业有成 她又看中了你 她就会觉得 她会容易一些老保多一些优点给她 因为通常幻想的时候 会倾向将对方想得好一些 如果对方是一个立心不良的人 其实面对这样的情况 你是处于贵乏的 你是需要爱的 那是特别容易骗到你 因为可能她用一些方式去取悦你的时候 你就会不断合理化自己对她的印象 你就会很容易中 你就会特别觉得 哇 这个是真命天子 所以那是为了一个聪明一世的人 就是这样赔光一世的积蓄 如果对方这个骗子是一个犯罪集团 国际犯罪集团那些 其实这块钱基本上 没什么可能追得回 所以首先一件事 要认知自己 如果你在这个时刻 可能你是处于某种东西的贵乏 那你其实特别容易去误判 你特别容易想得好一些 你越欠那样东西 你就越将那样东西想得美好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 你要先认识自己 第二个就是 我想分享 其实 就是找伴侣是一个很难的事 你知道如果你在众里寻他千八度 你要找到一个是 只是要跟你谈得埋 还有就是价值观 三观相符的人 其实已经是很难 还要经过很多轮的筛选 你认识他可能又发觉 慢慢发觉他不对 只是要认识match都已经是难 你还想他可以帮你赚钱 你想想这个机率有多高 就是低到不得了 可能你十个都找不到一个对 另外还要帮你赚到钱 是基本上没可能发生的事 还有如果对方是一个正经人 他知道你有钱 他是一个正经人 他真的想跟你发展关系 其实他应该想尽办法 避免跟你有金钱的瓜葛 因为他很怕你怎么看他 你明白吗 如果他要求你做一些投资的时间 就算那个投资 他自己真心相信 是很大机会赚钱 他都会叫你不要投 因为他怕你不知道怎么想他 还有万一你损失 你觉得他骗了你钱 那么你的关系就没有了 如果他重视关系更加多的话 他会在你认识的初期里面 尽量避免任何的金钱瓜葛 这个才是一个合理正常 大家相识交往的一个进路 没理由他又对谈 又懂得哄你 又对你好 又知道你的喜好 还要帮你赚钱 这个可能性是极低的 大家真的要清晰一点 打醒十二分精神 第三个就是 认识一个人的过程 你不要只是通过讯息去认识的人 现在很多人就是打讯息的 只是打讯息你觉得可以了解对方 但是其实讲extreme一点 你一个男人在找女朋友的话 你可能对方跟你说的是一个男人 即是跨国集团是可能贴照片 找到女生的声音 帮手录几个录音 然后其实真的跟你说的是一个 AI也好 或者他是扮女的男人 其实你这件事就很噁心 就是要见到她的真人 通过她的body language 她的表态 行为表现 大概知道她对你是怎样的 甚至你们真的已经交往了 真人见到面 甚至大家已经是建立了情侣关系 她的心是不是在你 她是不是真的想跟你建立一个长远的关系 其实你是会感觉到的 还是想骗你钱 你很短时间已经知道 即是她很短时间已经跟你说什么投资 那些东西 跟你一起投资 那些东西 你觉得你们的关系 是不是这么确实 确实到今天可以一起投资 这些东西都要想 那又是不是说只要见了面 一定会稳定 就不是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 你要投资在对方身上 或者是摆钱下去 这段关系的时候 你要平衡 对方付出了多少在你身上 你才决定怎么摆 不要太早超前地 放了太多东西在对方上 香港警方都对这件事有一个提示 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千万要提防 譬如说如果见到高富税 白富美 推介投资项目 在九成都是假的 不要下载一些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式 有些可能会是木码 可以影响你抹电话 或者是什么 可以偷你的个人的资料 去做一些非法的东西 不要轻信任何社交平台里面的内幕消息 其实内幕消息多数都是假 如果你是最 给你更加大机会是假的 另外就是不要把钱 发去一些非公司的一些个人名义的户口 因为很难追索的 如果外国户口更加不用说 投资一些虚拟的资产的时候 要留意相关的风险 和相关的产品 和当地的法规 投资任何东西都需要等等 和要提防一些投资回报很高的东西 在今天的世界 如果有人跟你说 一年可以有20%回报的东西 其实假的机会都非常之大 所以就不要搞这些东西 和我觉得最后就是 都是那句 如果一个人跟你发展关系的话 其实你们不应该 任何投资的项目一起参与 在很短时间里面 除非两个已经是很长久的关系 已经很实诚 才会有可能这件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中计 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找到 合适的另一半 我们下次见